说说你第二份工作吧 从导购离开以后 你去了机场做地勤 然后月薪才1500 也是没有上升空间 有点羞愧 心资太低 你是怎么去的地勤呢 这个和你上一份工作 差距也挺大的 对 这个是因为当时就是 妈妈不知道从哪找的信息 她联系到了一家 这个航空公司的中介 我也是经过了三个月的培训 然后通过自身努力 去考的这个诗 我当时以为我自己很幸运 我就留在了这里 结果没想到这工作 到了这个公司 真正去工作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我就是一个服务员 我想说一件这个事 服务是没有贵贱的 服务其实是一个 特别好的职业 这是我想告诉你的 您说的这个非常对 工作没有高低贵贱 你去之前不知道 描述得非常好 你妈也不知道 妈妈不知道 妈妈就觉得 你干着培训还挺正的 正规的呀 然后这个公司也挺 花钱了吗 花了 多少钱啊 当时花的是一万多块钱 那你发现是服务员之后 和你想象的 包括跟她介绍的有出入 你没跟妈妈说吗 咱掉头就走呗 我妈妈觉得 可能首都机场 这几个字比较好听吧 而且她稳定呀 稳定又上保险 轻起来好像比我之前 那个导购员强多了 因为这个在外面 对外说她是地勤 确实我也是在 就是首都机场的T3C 就是国内的航班里面的 头等舱和公务舱 作为服务 所以可能家长可能觉得 就是说女孩子嘛 作为一个这样形象的 这个工作者也可以的 我提两个这个争辩方法 一个争辩方法 就是别贪便宜 有的中介 它可能描述得特别好 你像捡了个便宜一样 慎重 因为描述得越好 往往现实越骨感 第二个 从技术上做调查 看一看这个中介的人 比如说半年之后 一年之后 他们那些人到底都干了什么 做一个横向对比 然后再去选择 企业跟员工之间的 这个劳动诉讼的 也都是可以在网上公开的 全部都能查到的 最简单的方式 去棋查查上 看这个公司 有没有很多的官司诉讼 这是第一个 第二去知乎上 搜索这个公司的名字 或者劳派你公司的名字 看他的口碑 第三个 可能你去联聘APP上 都可以查到这方面的信息 最后一个 去百度贴吧 作为我自身来说 我本来是学艺术的 这不是我想要追求的工作 而且和当时这个中介公司 和我承诺的 有点差距太大 干了一段时间 半年之后 下定决心 走人 不干了 对 其实这个孩子 一直有点拧巴的 他自己是有梦想 同时他又很在意 父母的这个 他又乖 对 他又听父母的安排 所以说他一直 为什么来回的踏步 对 也是因为这个 他自己 如果说我之前的 两份工作的话 我确实可能缺乏一些 就是坚持下去的动力 但是我从事 就是我真正喜欢的 这件事情 在这件事情的追求上 我还是坚持了挺久的 我到现在为止 已经坚持了七年多了